接下來的話如果要寫一支簡單程式 我希望從那個月份裡面 1到12月份的英文 英文名稱它不像說我們是1月2月3月這麼好理解 它是這個12個英文單字 那如果說呢 假設我要考學生說 請問一下這個是幾月份 請你把幾月份的答案幫我填進來 有沒有 所以呢 請問September是哪幾月份 那你就把這個Stember要把答案打 答案如果你打錯的話 比如說你隨便猜一個6月好了 Enter 答錯了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也是一個無窮回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幾次會猜對 不過一樣可以限制它啦 你只能猜個兩次好了 第一次不對 沒關係第二次呢 我讓你再猜一下 OK 那一樣假設你又猜錯了8月 8月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再讓你猜對 再一次 如果你假設猜對的話 那就什麼 答恭喜 正確答案就離開了 所以呢 如果我假設想要寫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的話 那其實啦 邏輯也蠻簡單的 反正第一個就是Import Random 有沒有 Random的話就是因為1到12月份的話 那那個Random Range裡面的 數字就是1 豆點 後面的話就是 是3嘛 那就產生1到12的數字 好那我也不知道你抓哪一個月份 你可能抓 像剛剛是抓那個9月 所以他可能在Random裡面呢 來幫我抓出9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前兩行跟剛剛是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一樣 反正底下也是壞了Email號 可是壞了Email號之後的話呢 那你要怎麼讓他猜 欸 問題尾 有沒有 所以呢 比較麻煩 就是中間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把它塞進去 所以喔 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如何把幾月份 但問題來了 幾月份的話 總共因為有12個單字啦 所以12個單字 但是你不可能說我今天一個變數 放12個東西 有沒有 你說放什麼 放字串 好 字串假如S等於 那你只能放一個月份而已啊 那其他月份怎麼辦 所以喔 以後遇到這種問題 請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用所謂的串列 串列的話呢 其實在其他的程式語言叫正列啦 其實概念差不多 也就是說 你可以放多個資料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以前的正列都是要 放一樣的資料型態 比如說呢 我這個 裡面都放文字 那你每正列裡面都要放文字 你不能說一個文字 一個數字 然後一個日期等等 你不能跳 但是呢 串列的話可以喔 串列型態是不一樣沒關係 不過這一題是 是都一樣 好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喔 了解 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串列 那串列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下個單元會講啦 因為這邊剛好會用到串列 這個地方如果不用串列 應該是寫不出來 哪怕寫得出來的話 程式也會非常冗長 所以呢 我們直接喔 跟各位講一下 串列的寫法 串列寫法的話是這樣的寫法 那我們裡面總共會有12個月份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放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放個中國阿虎 然後呢 中國阿虎裡面的每個資料有沒有 放進去之後呢 中間加一個豆點 等於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第四 一 二 三 四 一直到最後一個啦 那你會發現 老師你這個寫的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你這個地方 第一個資料裡面呢 卻放了一個雙引號空的 空自創 那底下的話呢 才是放一個一月份 那各位講 主要原因在這裡啦 因為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它的那個鎖引值 它是從0開始 所以哦 如果假設我以前的寫法 以前的寫法 一般 一般人大概都這樣寫 就是說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等於是把一月份 放在那個鎖引值0的位置 也就是一月是0 然後二月變1 三月變2 所以呢 你的鎖引值跟你的月份 會差1 那以前的寫法 因為差1這件事 當然應該不算很困難 可是以後你要處理程式的部分 就會很頭痛了 糟糕 我這個地方好像要減1 這個地方要加1 加1減1 說真的 如果你有寫過類似程式 你就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真的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忘了加1 有時候忘了減1 那所以後來我想一個辦法 如果我不需要加1減1 這件事情 可以忽略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啦 那我乾脆在這邊做一點手腳 什麼手腳呢 就是我直接在這個清單裡面有沒有 直接加一個空的在這裡就好啦 那空的話實際上它是0嘛 0不要用 我從1開始就好了 OK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以後的1 反正也在 1月也在1 2月也在2 3月在3 那這樣的話就OK了 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缺點 有一個缺點 就浪費一個bytes的空間 一個bytes 現在都幾Gigas了 你還bytes 意思是沒差啦 OK 所以你不要糾結說 老師浪費空間 浪費這 為了浪費這一點點 可以得到更多好處 何樂而不為 對 那這應該是 必大於利的寫法 所以第一個我們產生一個清單 那至於你說老師 那這個清單裡面的這個英文 我現在不會拼怎麼辦 我教各位啦 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也是來自Excel 所以你可以把Excel打開 你只要拼1月就可以了 Channel有沒有 然後你就向下填滿 到12月 這個清單就有了 你說老師說 我不想要橫 我不想中的 我想橫的不會 可以你就拉到這邊來 有沒有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到L 有沒有 那你再把它Ctrl-C有沒有 再Ctrl-V過去 到這邊的話 就有個清單出現了 貼上之後呢 讓麻煩一點就是 你前後要自己加那個雙引號 然後豆點 那前後記得一定要中瓜糊 所以這個清單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從Excel裡面過來就好了 阿根會講 這個串列的概念 其實跟這個Excel的概念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是差別是Excel看得到 但是呢 這個串列 放在記憶體裡面是看不到的 差別在這裡而已 OK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假設要處理Excel的資料 Excel的資料 一定要對應到所謂的串列的形態 所以將來如果你對串列不熟悉的話 那你不要說你要處理什麼Excel資料 這一定是沒辦法的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底下呢 就根據這個清單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1月份的話 很簡單 就是只要MS有沒有 所以MS它實際上是一個串列 那如果要抓1月的話 那就是中瓜糊 裡面加個1就可以了 所以MS中瓜糊1 取得就1月份 那裡面中瓜糊等於2的話 那就會得到2月 因此類推大 所以這個裡面 中瓜糊裡面 放幾月 數字 它就會得到幾月份的英文單字 OK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在底下 所以 這個我乾脆這個把它放在下面這邊好了 如果寫法跟剛剛類似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上面兩行是一樣的 就是我Import一個Random 然後RandomRange的話是1到13嘛 對不對 所以取得的是 乱數裡面抓1到12月 那接下來底下就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那個 1到12月份的清單 再來其實底下就簡單了 畫一帽號 然後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寫法跟剛剛蠻類似的 M M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是G啦 我把它改成M M的話呢 是Input 問題為 OK 那因為我要乱數抓的這個月份 我放在MR裡面 所以呢 我就把MR得到的月份有沒有 放在MS中刮湖 有沒有 所以剛剛我取得的那個月份是 9月好了 OK 所以它如果假如得到的是9 它就會去抓什麼 MS中刮湖嘛 裡面放9的 它就會把9月 這個September 抓到這邊來 所以在這裡得到的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September的一個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你沒有轉型ST 因為它本身抓回來就是一個字串的嘛 就是一個文字嘛 那不用轉型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什麼 問題為September有沒有 有沒有 問題為September 有沒有這個文字啊 放在這裡 然後後面就在 這是幾月呢 有沒有 這是幾月 所以放到這邊來得到答案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輸入了 當然如果你假設輸入6的話 有沒有一樣 如果M有沒有等於MR 兩個有沒有match 9 這個是9啦 有沒有等於9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當然就答錯了 答錯了沒有break 所以跳回來 繼續回答 請問這是幾月份 如果我輸入9的話 假設輸入9兩邊match的話 那print就是正確答案 然後一樣break 就得到答案了 OK所以這個的話 其實跟剛剛那一題 比較類似 而且反而更簡單 因為只有True跟False而已 那只是說多了一個東西 多了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創立的形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程式碼的話 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33頁的地方 那我其實有把它調整了一下 調整的就是 只是說我把這個 把它放到下方而已 比較像剛剛我們寫的程式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如果你要乱數產生一個資料 很簡單 就是用Input Random 然後呢底下的話 用Random Range 產生你要的那個乱數範圍 然後呢 如果假設那個乱數範圍 它是一個清單的話 那你可以再增加一個什麼 M就是類似像一個串列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如果可以的話自己打打看 那底下還有一個是 方法二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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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